BOSS杂谈 经济有料 老家常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2024年前三季度 中国的全社会用电量数据 看似增长的背后 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经济问题 咱们今天就来818 用电量这个指标到底在暗示什么 而又为何它反映的是 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危机 而不是繁荣的假象 先来看一下数据 2024年9月 全社会用电量达到847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8.5% 前三季度的总用电量 累计达到了74,094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了7.9% 看上去这个增长还不错 对吧 让人觉得挺繁荣的 特别是第三产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达12.7% 这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反映了服务业 互联网经济 大数据云端服务的高速增长 再加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同比增长27.8% 真是喜大普奔啊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今天我就来告诉你事情 别急 听BOSS我慢慢到来 首先 咱们要承认 用电量的增长 的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 反映了生产活动和消费需求 但这跟中国当下的经济情况 对不上耗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这些数字背后 真正的经济增长 可能并不像数据显得这么漂亮 从数据来看 2024年第三季度 用电量的整体增长 特别是第三产业 用电量大幅增长 和城乡居民用电量增速惊人 单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 一边是电力消耗数据亮眼 另一边是大量企业破产 内需疲软 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似乎完全对不上吧 我们先从这几个数据来解读 背后出现了多少 暗夜幽灵 揭开这一虚胖增长的真相 咱们看到 第三产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12.7% 这是制度转型的成果吗 还是服务业的复苏 实际上 在中国当前经济维靡 市场信心不足的情境下 这样的增长 反而揭示了结构扭曲 这里头 正是虚胖效应的典型 大家再回想一下 疫情过后 中国曾试图大力推动所谓 双循环 结果是内需依然疲软 第三产业是什么构成的 旅游 餐饮 零售 金融 结果呢 哪个行业今天不是戴着 复苏的面具 但实际上却举步维艰 中国消费者信心极度低迷 根据尼尔森消费者指数显示 2024年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不仅没有走高 反而继续疲软 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居高不下 人们不敢花钱 这个现象 大家也都不陌生 消费疲软 本该回软的内需 迟迟无法提振经济 第三产业用电量的大增 会不会是一场供需错配 更有可能是一些行业 比如自动化 冷链物流等技术的应用 或者低效产能的无序扩张 而不是消费紧急度的提升 再来看看房地产行业 这可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 楼市的低迷 交易量的下降 正明显打击了相关的第三产业 巩固金融行业 修建基础设施的背后 并非居民的购买力 消费能力提升 反而是稳增长 政策出台 或者地方基建项目的推压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 左口袋倒右口袋 无法带动国民经济长效增长 政府的地方债务 为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 做了多少贡献 地方政府屡屡推动基建项目 大规模基础设施 投入动辄耗费天量资金 带动耗电量上升 也给所谓的第三产业 拉了增长的数字 基建项目虽然助力用电 但并没有带来持久的经济活力 而最可怕的是 这甚至可能成为 推动地方债务再度膨胀的元凶 看看2024年初的财政赤字 事实已经在警示我们 烧钱就经济的打法 莫纳莫豪石 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二产业 数据显示 同比增长5.9% 有些朋友会说 至少这一块还算是稳定吧 制造业转型升级 特别是高技术产业 用电增长11.4% 感觉是曙光出现了 但是 真的这么乐观吗 我们说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一直在全球供应链中 占据一席之地 但现在的问题是 这样的增幅 是真的来自于 内生的竞争力吗 还是说电量 增长背后 仍是能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的老问题 观察一下所谓的 高技术产业 用电量增长11.4% 听上去觉得挺高科技 挺配得上中国制造业 正在转型升级的称号 但实际情况 却没有那么简单 2024年 中国制造业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以新能源汽车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取得了快速发展 这个行业的用电量攀升 尤其是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大幅推动用电量上涨 但大家不要忽略了 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 虽然产能和用电量大幅增长 但伴随而来的是 整个行业的增长质量不高 大量补贴支持下 形成的泡沫风险 如果没有充足的市场需求支撑 这样的高技术制造业 用电量增长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不断膨胀的泡沫 中国的制造业 还面临着全球需求乏力的压力 制造业订单外流 出口下降 很多工厂实际上处于半停工状态 但未了完成既定的生产任务 或者政策压力下的政治性任务 许多工厂保持了较高的能耗 这对用电量造成了虚增 实际上是维持表面繁荣下的 站不住脚的繁荣演出 同时工业部门内部 不平衡增长的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传统行业 如钢铁 水泥等 高度依赖能源消耗的产业 依然在支撑工业总用电量的增长 高端制造业的扩张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路上仍有长路要走 再来看看大家都关心的老百姓生活 数据显示 2024年前9个月 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 同比增长了12.6% 9月份的用电量单月 更是同比增长27.8% 乍一看 这是不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呢 是不是人们开始过上了现代小钢生活 但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更多的是反映政策性限电 减少以后的基层恢复 还有就是 整个社会不得不加班 加点 居民电费居高不下 甚至可能在暖气 电气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过多 以及各类冷链项目 过度消耗家庭用电资源 上述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增长12.6% 9月单月 更是27.8%的增幅 乍一看 这是消费能力提升了 老百姓的日子过红火了吗 那么究竟是不是呢 其实这个数据反映的 并不是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而是被动需求 大增 加上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 导致的用电量水涨船高 首先 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背后 2024年以来 天气异常的因素 对居民用电量的推动 2024年夏季 多地气温创下新高 大面积炎热天气和热浪一再冲击 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使用量飙升 自然推动了居住用电需求 而这还只是2024年 天气异常因素的一部分 气候变化 让越来越多的家庭 不得不用电 保持基本生活质量 而不仅仅是处于舒适度 如果把天气因素踢除掉 居民用电增幅 还会这么高吗 很可能要大打折扣 这不过是一个表象 另外 考虑到中国目前 普通家庭收入增长缓慢 甚至下滑 消费意愿低迷 居民们仍然更倾向于储蓄 而不是消费 因此 生活用电量的大幅翻涨 可能是无奈的抉择 而不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改善 其次 居民用电中的 隐性浪费和低效率消耗 也在加剧用电需求的增加 我们可以留意到 2024年 很多地方依然选择电力 作为主要能源供暖 许多彭户区 乡村地区 由于缺乏有效的能源替代方案 被迫依赖电力 进行天然气 煤炭等其他传统能源 供暖方式的替代 然而有什么问题呢 一方面供电设施升级之后 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不高 另一方面 伴随着的 却是居高不下的电力消耗 这是不是提出了一个 很严峻的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的 现代化 告诉人们生活改善了 可实际上 节能减排 能源结构优化的进展如何呢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负担 根据备恩公司 2024年财富管理报告显示 城乡居民家庭的 可支配收入增长停滞 而生活成本 却在不断上升 这让家庭在医疗 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增大 生活质素的提升 恐怕仍停留在 数字游戏层面 用电需求跟不上消费结构 我们叫它数字幻觉 再来看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用电量数据的繁荣 背后正反映了中共政府 在经济管理上的严峻挑战 其一 地方债务和过渡基建的恶循环 如我之前提到的 地方政府热衷于 大规模的基建项目 这些项目带来的 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 而是负债累累 众所周知 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有限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但在房地产市场 持续低迷的同时 土地出让收入也在大幅减少 因此 地方财政困为能力 急剧下降 为了保增长 地方政府不得不继续通过 举债投资基建项目 推动用电需求 而这些项目的收益 往往低于预期 甚至变成长期的财政负担 还带来了诸如产能过剩 资源浪费等系列问题 其二 毛动力市场压力和制造业 转型的双重挑战 2024年中国面对着严重的失业问题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2024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今年失业率在今年夏季 已经飙升到超过20%的高位 制造业本应成为吸引就业人口的重要领域 但这一领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方案 越来越多 缩减了初等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虽然高端制造业用电量增长显著 但中低端制造业 却因为全球需求疲软 而业绩滑坡 用机器换人的情况愈演愈烈 这些企业涌入了更多电力需求 但实际上吸收不到增量消费 其三 能源消耗背离了节能减排愿景 中国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试图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 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但从实际执行结果来看 用电增速高企 与该战略的矛盾寓意突出 目前许多地方依然采取 高耗能支撑增长的模式 一些两高项目的存量 未能彻底压缩 而继续中低端大规模行业的运行 则要求海量的电力消耗 总之 我们可以看出 经济运转背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 这造成了电力需求虚增和资源浪费的恶性循环 来到这里 大家可能很好奇 这模大规模的用电量增长 电力需求看似恒定增长 但实际上反映的是 中国经济陷入了虚火上升的状态 全球需求弱化 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 在过去几年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际供应链向越南 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 导致许多中国出口企业面临订单下降 利润率缩减的问题 事实上 制造业电力消耗的增长 很大程度上与低效资本投入有关 而真正能够带来盈利能力的创新型市场尚未形成 另一方面 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依然缺乏强劲动力 中国经济的增长 长期以来依赖于投资和出口 内需的贡献相对较小 相比欧美国家 大部分家庭将收入用于储蓄而非消费 尽管一再推出消费促进政策 如购车补贴 家电下乡等措施 但消费者信心不振 居民消费意愿低迷 结构性的消费短板始终没有得到真正弥补 最关键的是 中共政府的调控失效 信号越来越强烈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决策者推出了一系列 保增长的刺激措施 但这些措施大多 引阵止渴 依靠短期的财政刺激 信贷扩张 并未能为长远的经济增长 制定合理且可持续的战略规划 这也就导致了 用电量虚增的尴尬局面 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但虚幻的繁荣图景 反而变得更加明显 各位观众朋友们 到此为止 话题总算拉回来了 你可能会好奇 这一连串的用电增长背后 到底是什么 是中国经济的繁荣 还是经济运行虚火上升 今天咱们通过剖析 前三季度的用电量数据 指出其中数据 虚胖现象凸显 大量的用电增长 表面上看似工业转型 服务业升温 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结果 但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经济结构失衡 地区负债增加 行业自我消耗 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未来能否有效 有序调整经济结构 扭转这些短期 数字繁荣 带来的虚假增长 是中国政府急需面对的难题 然而按照现在的运行逻辑 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改观 希望大家在观察 用电量等数据时 能够更深入地 看透背后的这些虚火 不要被表面的数字给迷了眼 真实的经济状态 往往隐藏在华丽的数字背后 大家是怎么看待 2024年前三季度 中国的全社会 用电量数据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e 下期节目再见